警方曾經兩次進入停車場 第一次巡邏的時候是在星期日晚上11點06分至20分左右 當時死者不在停車場裏面 而第二次驅散是在星期一凌晨1點04分之後 當警察進入停車場的時間 消防員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正為死者進行急救 就有人指控警方曾經在停車場裏面追捕死者 甚至說我們將死者推倒 以至他失足墮霞 警方再次嚴正聲明 絕無此事 如果市民有資料提供 告訴我們 以能夠令我們查明真相 最後 我們在網上見到有人號召今晚 和未來的周末就這次事件舉行集會 我們尊重任何和平理性的公眾活動 但是我們都留意到一些非常偏激的網上言論 警方想在這裡再次呼籲大家 大家要冷靜 這件事是沒有人想見到 沒有人想去發生的 希望大家可以靜一靜去想清楚 沒有人再想見到一些任何的混亂情況再次出現